MING PAO TORON 除了基因遺傳,小朋友和青少年 如果飲食不接濟,又缺乏運動 都很容易有脂肪肝 脂肪肝在香港很普遍 不容易察覺病徵 需要靠定期檢查發現 如果一直不理會 有機會引致肝臟發炎、纖維化 長遠會增加肝癌化和肝癌的風險 所以及早介入和預感脂肪肝 是非常重要的 早期的脂肪肝 可以由生活和飲食習慣入手 去改善病情 近年醫學界有提到 長度和肝臟互相影響的說法 因為長度去到肝臟的肝門症物 會帶一些代謝廢物 去到肝臟做分解處理 如果長度的惡菌太多 會引致長度微生態嚴重失衡 就會增加代謝廢物的產生 令肝臟負荷加大 市面有些配方可以平衡長度微生態 加強黏膜保護層 提升長度的保護力 同時舒緩便秘、吐舍、腸胃不適等問題 原來長度微生態是可以影響肝臟的健康 例如壞的飲食習慣會製造很多毒素 對肝臟絕對不健康 不知道怎樣才能改善脂肪肝的問題 除了要有均衡的飲食和足夠的運動 亦可以配合有互腸功效的益生菌營養補充劑 還要找醫生定期檢查脂肪肝指數 這樣就可以改善問題了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